国防部长邱国正在国安局任职的儿子 涉及满春丑闻 邱国正为此向总统蔡英文以及团队表达歉意 并且口头请辞 不过获得了胃流 蔡总统认为正职520交接时刻 邱国正应该要坐正方位 原本应该陪同总统蔡英文出席春季典礼的 国防部长邱国正却看不到人 难道是在躲风头吗 因为他在国安局任职的儿子 涉及召济丑闻 露骨对话记录全被流出 事隔一天又有投诉人 将邱国正儿子的不雅影片 张贴到社群媒体 而这也成为压垮国防部长的最后一根稻草 邱国正亲自向蔡总统以及辅方团队表达歉意 并口头向总统请辞部长职务 部长会依据总统的指示 家人所设的事宜已经由所属机关查查 国防部表示一切人是去留 遵照总统安排 如今部长儿子涉皇事件 全案将由国安局立案调查 不过邱部长请辞并又获准 总统府更发声明 考量到正职政府交接期间 总统认为部长应该要坐证岗位 也肯定部长在会期间努力从工 有关部长家人争议 一切依法办理 邱部长儿子涉皇爆料十几点敏感 就在520交接前夕 声称也收到部长儿子涉皇影片的 立法委员徐巧新说 不排除是军方内部茶壶风暴扶上台面 蓝绿委员也都表态 因为国安局应该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出 是支持要求国防部长邱国正 坚守岗位的 出现的空窗期 恐怕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影响甚至 总统即将交接的重要关键 基于国家的稳定 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会坚守岗位 对外有两岸情势升温 对内又有家务事要处理 邱国正恐怕又更难睡得好了 记者三位杨元达台北采访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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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